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期间谭小林干的倒是正经的木材生意 1995年的时候 杨妹去山里的林场看望谭小林 就在这次她被人杀了 当天三个杀人犯就被抓到了 而这三个人都是吸毒鬼 至于是不是受其他贩毒集团指使报复的则说不清楚 自从杨妹死了后 谭小林算看穿了缅甸的乱局 做正经生意也提不起精神 与此同时 缅甸经过几十年的制毒 其海洛因已经成了知名品牌 最有名的莫过于双师地球牌 这个牌子最早是罗星汉导过出来的 后来昆沙又用这个牌子 除了双师地球 还有如三星环球牌 美人牌 骷髅牌等一系列的毒品品牌 这些四号海洛因的品牌 来自于缅甸的大大小小的制毒工厂 谭小林第一次正式贩毒 是在杨妹死了半年后开始的 为了讨个吉利 她犯了98公斤的海洛因 她负责送到缅甸一次的边境 然后由另一伙人开车运到国内 谭小林原来是做木材生意的 车辆不是问题 幸运的是 她第一次往国内贩毒就失了手 不幸的是 她没有被抓 是另一伙人过关的时候被抓 根据资料显示 称重为98.24公斤 多出的0.24公斤为包装纸的重量 于是有种迷信的说法 说是这后面的尾数不吉利 意味她要坏事 最后被抓的人供出了谭小林 知道自己被供出后 谭小林吓得半死 在躲了半年后 她开始总结经验 并摸索出了一套方法 她第一次成功贩毒 是半年后的1996年 贩卖的是80公斤的四号海洛因 跟上次的方式不同 她直接在边境上就给卖了 中面边境上 靠近缅甸的价格是3-5万亿公斤 第一次 谭小林赚了224万 她个人分到了112万 后来越干越熟练 在很短的时间内 谭小林靠贩卖四号海洛因 赚了3000万 而在内地 四号的价格高达15万左右亿公斤 香港更是高达30万亿公斤 于是她开始了新的冒险 此后她越干越大 越干越大 手下的马仔与武装保镖也越来越多 同时她也学起了她的岳父 多条路发财 木材与玉石生意 她也开始涉足 1997年 距离她第一次成功贩毒不到两年 她就当上了蒙古特区保卫军的财政部长 并且又当上该地区华侨协会副会长 后来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 谭晓琳便占据了从缅甸运往我国毒品的50% 成为了当时的头号大毒枭 除了她岳父给予她的帮助外 这还离不开她的两个事业 这两个事业 一个岁数大的叫李老怪 从辈分上说 她甚至是昆沙的前辈 也是原国民党的军官 据说还修过滇缅公路 抗战的时候出过力 谭晓琳担任华侨协会副会长期间 也就是刚才提到的1997年 通过这个身份 请动了李老怪 李老怪交给了谭晓琳相关的人情事故 判断时事走向 李老怪交谭晓琳的第一招就是 缅甸佛教兴旺 普遍信佛 你抓住这点就行 正如李老怪说的一样 谭晓琳没事就看新闻 并事先打听好 一看缅甸的大官 谁谁谁要去寺庙烧香拜佛 她就先去蹭个脸熟 先捐香火钱 而且是能第一绝对不当第二 等到第二天报到的时候 往往也报到了她 时不时的还有跟缅甸官员的合影 这么一来 名气慢慢的就传出去了 另外一个事业被称为忍者神龟 叫龟爷 为啥叫忍者神龟呢 据说是这个龟爷 后来大概是在2008年的时候 喜欢打游戏 游戏里的名称叫忍者 所以网上都这么叫了 她现在的情况倒是没找到 不知道还在不在 她属于官三代 龟爷负责给谭晓琳搭路子 使得谭晓琳有机会 被更高一层的高官接见 如1998年 当时缅甸贸易部长就接见了她 并问她投资缅甸内地的事 和讨论让谭晓琳修路的事情 也就是在同一年 当时缅甸的实际最高领导人 丹瑞大将还见了她 通过这一系列的疏通 谭晓琳贩毒得来的几亿财产 又有了新的出路 比如她与缅甸国防部合作 谭晓琳占70%的股份 缅军方占30%的股份 开始经营矿产 石油 房地产和海产品等 而这些特权 是老一辈的独销 与地方民主群的头头 望尘莫及的 大人 时代变了 以前缅甸从来不许 私人开发如石油 海产等项目 当然谭晓琳也是抓住了 缅甸98年的时候改组政府 并向中国学习经济政策有关 由于用金钱杂道 渐渐的 谭晓琳的能量更大了 她甚至可以控制一些 缅甸地方的官员任免 成了缅甸名副其实的地下组织部长 而在此期间 她居然派两个马仔 跑回四川搞投资 由于太过于明显 多条线索显示 她是在洗贩毒的钱 最后两个马仔被抓 谭晓琳虽然毒品生意做得很大 但她立了条规矩 所有的马仔都不能吸毒 这是头条铁律 因为吸毒的人嘴不严 而且病奄奄的 干不了她这行刀口上舔血的大生意 或许有人该说了 贩毒的不吸毒 不都是这样吗 其实还真不是 老一代的毒销团伙里 几乎没有不吸毒的 甚至包括当时太北孤军里 也有一部分人吸食毒品 因为那时候天天跟别人干仗 受了伤 麻醉剂什么的都没有 于是就吸上了 不过谭晓琳立这个规矩 或许还有个原因 就是刚才说的 她第一任妻子杨妹 就是被几个吸毒的人给杀了 自从杨妹被杀后 在98年的时候 她认识了华西医科大学 毕业的小云姑娘 不久后 她俩就结了婚 同样是98年 谭晓琳逃过了美国的制裁 那年谭晓琳和同伙 李延忠贩卖毒品到美国 他们的线路是通过大货轮 从缅甸经马来西亚进入南美 然后在公海上 与南美的国际毒贩交易 南美毒贩的运毒装备 也很亮瞎眼 是用潜艇 当时这艘潜艇 一直被美国监视 扣进美国海岸的时候 被反潜机发现 并逼出了水面 交易的毒品也被查获 南美毒贩扛不住 供出了李延忠 随后逃回缅甸的李延忠 被引渡到美国 美国的税局 要李延忠缴纳贩卖毒品的税 是的 你没听错 美国税局是个神奇的存在 有自己的武装组织 从轻武器到重武器 一应俱全 牢房监狱加法庭 一条龙服务 甚至不需要申请 就有直接冻结财产的权利 FBI搬不倒的黑帮大佬 CIA搬不了的跨国独销 在美国税局面前 都得叫爸爸 这么一来 李延忠又供出了谭晓林 美国要求引渡谭晓林 而谭晓林在四处周旋之下 让缅甸境内的一个姓左的 去顶事 最终缅甸把姓左的毒贩 引渡给了美国人 谭晓林算逃过一劫 同样是98年 谭晓林的老母亲 已经到了缅甸木节 跟谭晓林住在一起 老人一般都有一个想法 要落叶归根 哪怕死 也要死在老家 谭晓林当然知道母亲的想法 可只要她一脚踏进中国 必死无疑 于是她给中国警方 写了一封忏悔信 写的是痛哭流涕 讲自己干了多大坏事 并保证不再贩毒 请求政府原谅 这封信也算得上 是一个奇葩的存在 当然谭晓林也心知肚明 干了贩毒这件事 都签忏悔管用的话 还要警察干嘛 但谭晓林所仰仗的是 她的国籍和所谓的华侨身份 还有就是她 一般不会亲自跑到内地贩毒 所以妄想能得到宽恕 说到这儿 接下来的一位大神要上场了 可以称其为 史上最牛的基督卧底警察 当然了 每一位基督卧底警察都很伟大 谭晓林的覆灭 跟她有直接关系 刘昭华和陈炳熙的覆灭 跟她有间接关系 反正都有关系 对于这样一位 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自然得保护到位 所以所有媒体 都用统一口径 老田来称呼她 还记不记得开头我说的 83年 谭晓林因为做药材生意 进货进到了婴肃壳 一个姓田的小伙 替她扛下了所有的罪 这个卧底老田 就是小田他哥 知道老田传奇在哪了吧 当时谭晓林 压根没接触过毒品呢 他们俩竟然都认识 而且关系还挺好 谭晓林逃走的时候 老田还给了她600块钱 那个年代的600块 值多少就不用多说了 可老田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关于老田的由来 我个人有几个猜想 1 有人算了一挂 发现谭晓林 日后会成为大毒枭 所以派老田提前去跟她交好 甚至让自己弟弟 给其顶罪 目的是放长线 钓大鱼 2 老田和谭晓林 关系好是不假 但老田 一直都是个警察 但是瞒着他 后来谭晓林碰巧 当上个毒枭 老田刚好是个警察 于是就把他给一锅端了 3 老田和小田的关系是假的 称自己是小田他哥 是掩人耳目 4 老田起初不是警察 后来谭晓林 做大了之后 老田被招安了 从毒枭同伙 摇身一变 成了一名王牌卧底 当然 这些猜想都是扯淡 至于到底是咋回事 谁也不知道 但不管是啥情况 谭晓林非常非常信任老田 因为他觉得彼此都知根知底 同时老田在外人看来 并没有当警察的履历 由于是从事高风险行业 谭晓林不用查号 都记得一百多个电话号码 并知道用哪个电话去指挥 只要哪部手机出现电话 打不通战线的情况 就说明对方出事了 谭晓林贩毒在当时很有特色 每个人走货的时候 都用假名字 如果一个人被抓 就说出真名 没被抓的人一听 也知道咋回事的 除此之外 整个交谈都跟坐山雕一样 用类似天王盖地虎 宝塔镇河妖之类的暗语 而这套暗语 都是事先临时确定的 每次都不一样 1999年11月 是我国禁毒历史上 值得铭记的时刻 其历史地位仅比虎门硝烟低 同时也是我国禁毒局 成立刚满一年的一次大的成果 但这种成果 希望以后不要再有 这个案件的高潮 虽然是在99年的11月 但是在警察的档案中 称这起惊天制毒贩毒大案 为728大案 当时卧底老田 弄了两辆油罐车 油罐车很大 他先装油 把一些油弄到油罐的外面 然后在公楼上面颠 这样整个车脏不垃圾的 同时油的味道 能掩盖4号海洛因的味道 警犬也不容易发现 他把毒品压在油罐车的下面 边防检查站也没有装备 把油罐吊起来检查 内地公路上也不会有这种设备 这种方法 你就是怀疑那下面有毒品 你也抬不动 谭小林看到老田 指挥第一辆放了少量毒品的车通过后 才发出第二辆 然后途中不断的对车进行改装 此次的运毒路线 更是一个贩毒的新路线 也是害人的路线 这条贩毒的路线 哪怕到现在都影响深远 害死了不知道多少人 毁了不知道多少个家庭 一般从缅甸到广州的运毒通道是 缅北 瑞丽 宝山 大理 楚雄 昆明 幽京 曲静到广西 然后到广州 但是由于云南毒品泛滥 走私贩卖毒品现象严重 广西地段的警察 看到挂云南车牌号的车子 就要上去查 即便客车也是如此 在广西百色这个地方 经常查出贩毒的车辆 谭小林也在那个地方出过市 于是谭小林在这个方面就花心思了 他不从广西直接开到广州 而是走别的路线 或最终要到广州 但是他们绕了一个大圈 先从云南 然后四川 接着是从湖南进入广州 这么一个大迂回反而很安全 路上专门的检查反而少了很多 并且中途改用外省拍照 或者是湖南的车 或者是湖北的车 而警察对这样的车辆就不敏感 尤其是从北往南开的车 对于谭小林来说 老田这次干的实在太漂亮 这次交货后 谭小林给了老田一百多万 随后老田回到了国内 并隐性埋名 只是这次成了谭小林贩毒的实锤 王牌卧底老田刚一回国 警方马上从谭小林的卸货仓库里 缴获了一百多公斤的海洛因 正准备收队的时候 警察发现隔壁的仓库很可疑 于是就过去看 很快便发现了 藏在隔壁仓库中的十二吨毒品 包括五百多箱冰毒 由于仓库里的毒品太多 警察都不敢相信 并且搬不动 于是紧急找来一个排的武警 才快速的把这些毒品搬出来 经过实际称量 这批毒品有十一吨多 相当于1998年 全世界查获冰毒重量的总和 你们猜 这是谁的仓库 是陈炳熙的 这些毒品都是陈炳熙的 而生产这批毒品的人 则是刘昭华 于是警方马上控制了 陈炳熙的马仔 他们供出了这批货 是宁下来的 警察连夜分头 去缉拿陈炳熙与刘昭华 当谭晓琳的手下 告诉谭晓琳了这件事 谭晓琳通过排除法断定 老田是卧底 但是此时 老田已经脱离了 他的控制范围 没几天 投出国的陈炳熙 叫上了包括香港 台湾 泰国等多个国家 与地区的黑社会老大 说要到缅甸 跟谭晓琳要个说法 给出的最低要求是 第一 要杀了老田的一家 第二 这快12吨冰毒的赔偿问题 当时冰毒市面上 是30万亿公斤 价值36亿 哪怕是进货价 也得10多亿 谭晓琳赔不起 陈炳熙叫上的人 有部分并不是毒销 而是中间人 与地下钱庄的人 或者类似的 叫收束的人 也就是放高利贷的人 出现这种情况 跟毒品的交易方式 有很大关系 少量的毒品之间的交易 相对简单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而大宗的毒品交易 由于风险太大 买家最主要是通过中间人 跟卖家搭上线 在缅甸 有一大批这样的中间人 有部分人 甚至是从一九三几年 就开始做这行 中间人起着担保的作用 万一出事了 中间人要按照事先的约定 用自己的钱来赔偿 而随着跨境交易的增多 付钱成了一个问题 因为直接用现金不大现实 例子于人民的名义里面 那一墙的钞票 根本带不动 而走银行 风险也很大 一旦冻结 那马上血本无归 于是地下钱庄 应运而生 地下钱庄 有人专门在香港 有些在泰国 有些在新加坡 有些在日本也有在内地的 而当时地下钱庄的手续费 是一次百分之七 一百万七万 假如因为转账过程被冻结 钱没到 由钱庄负责赔偿 所以陈炳熙 叫上他们一起来 于是在约定的时间里 谭晓林在缅甸的瓦城 把最好的五星级酒店 包了下来 不准任何人出入 同时谭晓林与陈炳熙 共同要求缅甸里面的 各方头头脑脑去调解 去调解的人 有罗星汉的弟弟 罗星明和国感王彭家生 这些人都是带着各自的保镖 和各种轻重武器 不乏手提式火箭筒 因为这些毒界的大佬之间 都有过恩怨与过节 所以带着家伙谈判是必然的 尤其是瓦城 并不是那些大佬的势力范围 这件事情 对毒品这个地下行当影响太大 利用官方打击同行 触犯了所有毒销的利益 一旦确定是谭晓林的问题 哪怕是缅甸的大佬也照不住 这些人杀起人来 肯定是毫不留情 陈炳熙指着谭晓林的一个小弟 张三说 那批货是他弄的 张三立马脸色煞白 连忙说 跑后的不是我 具体是谁 道上的规矩大家都知道 然后朝谭晓林看去 张三其实已经做好了 当替死鬼的准备 可谭晓林的那么多小弟 保镖能为谭晓林卖命 不单单是钱的问题 还跟谭晓林比较讲义气有关 这个时候 谭晓林并没有让那小弟张三 当替死鬼 而是坦诚的说 是老田跑的货 至于他离开也是规矩 一旦找到他的下落 一定按规矩办事 于是双方你来我往讨价还价 谭晓林说 十多吨的冰毒 十多亿的钱让我赔不合理 但出于义气 我可以承担一部分损失 最后在场人中 最有势力的彭家生 出来说话 摆平了此事 也正是果敢王的调解 让谭晓林躲过了来自独到的临头大难 而另一边 99年的728病毒大案 让我国极度震惊 当时刘昭华与陈炳熙 已经不知所踪 谭晓林反而是目标明确 可他好歹算是缅甸的一个官员 怎么抓捕他 反而成了一个问题 只有一面向缅甸政府施压 一面想办法在缅甸境内抓住他 谭晓林这边通过各种渠道 知道大陆方面的意思 但是他并没有收手 也无法收手 于是他做了如下几件事 以求逃脱来自中国警方的抓捕 与独到的压力 第一 进一步的拉拢缅甸高层的关系 让一大批缅甸高官的亲戚子女 在其公司任职 当然各种打点是少不了的 第二 更疯狂的走私毒品 尤其是疯狂的走私麻黄素 用于填补市场上病毒的缺失 与赔偿各路毒销的损失 就在2000年 他还贩卖了两吨多的麻黄素 仅仅是被查获的 按理说 他没有道理去贩卖麻黄素 这比起他贩卖海洛因的利润不值一提 抛去风险和运费 他还会赔钱 第三 开始有计划的转移财产 准备先移民到新加坡 然后再到南美 2000年8月1日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 批准了云南省公安厅 提请对谭晓琳进行逮捕的意见 并经公安部报国际刑警组织 于2000年10月25日批准 对其签发了红色通缉令 红色通缉令 是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 最高级别国际通缉令 红色通缉令的发布 是谭晓琳处于各国警方的 严密关注中 切断了他逃离缅甸的通道 谭晓琳成了我国 第一个上了红色通缉令的毒贩 2001年4月21日 缅甸三十九师师长 约谭晓琳到桂盖一趟 理由是缅甸军方大佬 与国防部第一秘书长要来 让谭晓琳去汇报 与国防部合作项目的进展情况 谭晓琳一听 觉得这是好事 缅甸方没有放弃他 再加上前不久 媳妇刚给他添了一个大晃小子 心里十分高兴 带上几个心腹保镖 马上前往桂盖 桂盖也叫桂凯 离中缅边境接近100公里 是缅甸的一个重镇 也是交通妖道 经常有民族武装交火 到了三十九师的司令部后 一名副官对谭晓琳说 谭老板 上面来的长官正在开会 请你在军部先等一下 过了一阵子 谭晓琳发现房子外 突然多了几百个缅甸军人 有架机枪的 有扛火箭炮的 还有装甲车 这时三十九师市长 与副官跑进来对谭晓琳说 发生了兵变 要把你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你坐直升机先走 缅甸经常打来打去 兵变什么的 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 谭晓琳也是见怪不怪 并没有放在心上 于是便随军官上了直升机 后来在离木解十多公里的地方 飞机降落 谭晓琳刚下飞机 就上来几个士兵 给谭晓琳铐上手铐 愤怒的谭晓琳问道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 一名军官说 谭老板 对不起了 中方要引渡你 谭晓琳马上默不作声了 因为他知道 如果是缅甸政府 或者是地方武装 他还有机会用钱换命 而中方要他的人 他的后果就是死 只是具体什么时候死而已 随后谭晓琳就被缅甸军方关押 等待中方来引渡 漫长的两天过去了 不论是对谭晓琳 还是中国警方 缅甸军政府方 还有缅北的各路毒枭 都是很难熬的 谭晓琳知道的太多了 缅甸的制毒工厂在哪里 谁是中间人 地下钱庄 以及他过手的毒品的上家与下家 还有他赚的黑心钱的去向 他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各路毒枭在前天就知道 谭晓琳失踪的事 对此十分关注 这些手上有家伙的毒枭 猜测谭晓琳可能会被引渡到中国 于是放言 不能让活着的谭晓琳到中国 中国警方自然也是知道 他们的这些想法 目解到中国很近 但是就是这短短的距离 中国警方在押运的方式上 想尽了办法 必加小心 在目解 中缅双方完成了移交 双方签好了字 中方按照事先制定的 六真六甲方案来执行押送 所谓六真六甲就是 真假谭晓琳 真假车队 真假行车路线 真假关押地点 真假出发时间 真假落地时间 中国警方从缅甸一方 带走谭晓琳后 马上把他带进了一个屋子里面 屋子里还有一个 跟他一样身材的警察 警方给两个谭晓琳 穿上同样的衣服 分别戴上头套 穿上防弹衣 靠上手铐 随后让假的谭晓琳 以交大的声势先走 而真的谭晓琳 随后从另外一条小路走 从目解到中国境内 其实也就一会儿的事 但也是最充满危险的一段路 押运谭晓琳的车 进入了国境后 也不敢丝毫松懈 为确保谭晓琳的安全 云南警方用八九辆车 将谭晓琳乘坐的车 加护在中间 他们走山路 东转西转 经梁河 腾冲 宝山 押往昆明 在周密的安排下 谭晓琳总算安全地 押运到了昆明 后来经过几年的审讯 与确认 法院认定谭晓琳 供计走私 运输 贩卖毒品海洛因 2057.361千克 也就是两吨 另外贩卖麻黄碱三吨 需要说明的是 谭晓琳自己供出的毒品数目 远远够于这个数 就海洛因来说 法院采信的 也就是公安机关 实际缴获的毒品数量 与有确凿证据 是谭晓琳发出的海洛因数量 而其中的麻黄碱数量 则更是远远地超过了 所谓的三吨 毕竟办案要讲证据 至于实际的数量有多少 就海洛因而言 则无法估计 最少要超过 谭晓琳供输的三吨 也有人估计有十吨 2004年6月25日上午 云南昆明626国际禁读日 前一天 谭晓琳辅法 这位金三角的新一代毒枭 走完了自己41岁的人生旅程 谭晓琳在辅法前 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道 在狱中 我专门给儿子取名为谭晓 希望他将来长大后 诚实做人 谭到他的母亲时说 庆幸的是 与我相依为命的母亲去世 正好是在我被捕的前一年 他病危的那个月 我能整整一个月 守在他的床边 那些天 母亲一再对我说 最大的一个心愿 就是要埋在中国 那时 我只好回答 好 好 其实 那时对回中国 我想都不敢想 我无法为他老人家 实现他的最后愿望 谭到对毒品看法的时候 谭晓琳说 毒品是很残酷无情的东西 而且只要你沾了毒品 良知就泯灭了 发再多的财也没用 多行不义 避自避 这是天理 记者问谭晓琳 如果能活下去的话 你会干什么 能干什么 谭晓琳说 活下去 我还是做一个 正正当当的生意人吧 正当生意人平淡点 平淡总是真嘛 这句话我原来听说过 那才是真真实实的生活 随着谭晓琳的浮法 警方正在加紧审讯 已经落网的陈炳熙 2004年11月24日上午 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对刘昭华 悬赏20万元的通缉 这天刘昭华这时候 还在问别人 你看电视里的那人像不像我 而在金三角 又上演了一场 更大规模的销毁毒品的行动 这一幕最早出现在 1990年11月22日 当时缅甸国改首府老街 出现了第一次烧毒品的情况 毒品是第一代毒王 罗兴翰出钱买来的 总共烧了海洛因 100公斤 生烟200拽 每拽三斤三两 炼制鸦片的工厂 烧了7个 同一年 彭家生信誓旦旦的表示 国改已经禁止重因素 与贩卖鸦片了 也就是从那年开始 中国的吸毒人群 快速的增长 也就是那几年开始 海洛因吸食者的增长 速度变慢 而以冰毒为代表的 新型毒品吸毒者的人数暴增 好了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的观看 我是你们的郑吉强 我们下期见